最近做了两期关于给PS5扩展硬盘的视频 有些同学看到之后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三星980 Pro 西数的SN850还有Next Storage 这次做的是光威和达默 现在市场还有爱国者 智慧 泰 奇彩虹 凯霞 联想 惠普等等等等 很多牌子 其实品牌多 产品多 价格低是好事 总有一款适合自己 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筛选方法 首先第一步就是确定硬盘的容量 目前这个时间点2023年的4月中旬 我推荐的是2T 因为1T之前我也用过 目前来看不是很爽 我估计有人会说 PS5自带的那600个G的剩余空间也够用 玩一个删一个 通关一个删一个 这样做没问题 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 但是太不自由了 我体验过 去年我扩展的这个1T 扩展之后很舒服 但是现在又不舒服了 于是扩展了2T 又舒服了 选2T 1T 还是默认的就够了 这个看自己评估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推荐2T 好 第二个那就是牌子 目前市面上那几个大牌子 三星 西数 还有这货 2T的版本 在官方塞上片的价格在1100到1500之间 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买起来有点不太自然 或者需要考虑一下 那我推荐你别买这三个牌子 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感觉太便宜了 那你赶快买这些产品非常适合你 摘掉这三个牌子之后 基本上都是长江存储的天下了 2T容量500到600之间 但是因为价格便宜了一半 就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妥协 如果你接受不了这种妥协 更在乎品质 如果你有一颗完美心 那还是看看上面三个牌子 或者继续等你喜欢的那个产品 降到你能接受的价格为止 下面说长江存储的这些便宜的固态 目前这个价位的固态硬盘 很多品牌用的都是长江存储的颗粒 用的方案也都差不多 比如有位同学他看上了爱国者的P7000Z 带三十码夹 不带独立缓存 629他问我怎么样 我说我没用过 不过看参数和我之前介绍的光威的那款 方案是一样的 应该表现也差不多 比如这款光威的 颗粒是长江存储3.0架构的 232层的TLC 属于新技术新产品 但是不带独立缓存 他这个2T的价格是598块钱 右侧达默的白羊座 用的也是长江存储的颗粒 国产主控 带两个G的DDR4独立缓存 但是他用的是128层的TLC颗粒 2T的价格在某平台叠券之后 能下探到529块钱 比这个还便宜 还带独立缓存 像这两块硬盘 他们使用的方案非常典型 市面上有很多品牌 用的很多都是这两种方案 你们可以到网上搜一下 英刃的IG5236主控 再加上128层的TLC 长江存储颗粒 有很多 或者说你搜一下 连云的MAP1602A主控 再加上232层的TLC 长江存储颗粒 也有很多 你看这是老一代的长存颗粒 我看网上的文章都是2021年的 这是新一代的颗粒 是不再缓存的 网上的文章都是最近的 2023年三四月份的 用的都是长江存储的颗粒 它也分 有的是长江存储封装的 有的是第三方封装的 后来我查了一下 市面上有很多正规品牌的 这种固态硬盘 用的长江存储颗粒 都是第三方封装的 如果你在意的话 买之前问问店家客服 像这种存储颗粒 除了圆片和正片之外 还有白片和黑片 一般正规厂家是不会给用黑片的 如果特别在意这些东西 直接多花点钱 买这三家的产品 更省心 下面说说我是怎么用的 那个PS5内置的是600个G硬盘 我现在给装的是这个硬盘 作为它的扩展硬盘 但是它没有独立缓存 因为是新一代的技术 再加上我那个散热片 你们也都看过 用一根皮筋绑着 估计散热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目前在用这个 然后去年我买了一个 三星的PM9111T的版本 其实它是三星980 Pro的OEM版 性能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前一阵还报了灵异错误 我也没管它 所以说这种大品牌的东西 它也有问题 但是买的时候没问题 买的时候只是说 更新了最新的固件 解决了很多问题 我以为就没事了 但是现在又爆出了一个灵异错误 算了 先不管它了 我现在在用这张 这块硬盘 当我的电脑的系统盘 然后用这块 带独立缓存的 算是老旗舰吧 两个T的 作为逻辑硬盘 主要用来存游戏 存一些视频 因为它快嘛 我从这个硬盘往这个硬盘里边移动文件 那种大文件 视频文件 每秒钟接近四个几 那为什么把这个硬盘装在电脑上呢 因为我看了一些评测 这个硬盘它很热 高速长时间运转的时候 它的发射量有点大 另外我做视频 也经常会用到这种大文件传输 所以说有独立缓存会更好一些 我那个电脑主板啊 它支持两块PCIE的固态硬盘 都是满速的 而且主板赠送了两个散热马甲 是微星的B660迫击炮 那个散热片还是很棒的 所以我才把它用在了电脑上 这两个硬盘的温度 用手去摸 都挺烫的 开始我只以为它烫 没想到这个家伙也挺烫的 摸那个散热片 另外像这种硬盘类的东西啊 不管你买哪个硬盘 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备份 即便是再贵的硬盘 重要数据也要备份 但是游戏这种东西呢 我认为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比如说 一个50个G的战神 如果坏了 坏了走售后 它给你换了一个新的 换了之后 你再重新下载一下就可以了 像游戏的存档 它是在系统盘里边 如果PS5系统盘坏了 那是真没得 不过还好有云存档 买了会员就有云存档 每次玩 它自动会把你的本地存档 传到云上 这样也是一个双备份 本地一个备份 云端是一个备份 就算账户信息没了 你还有密码可以找回 如果PS5坏了 将来换了一个新机器 可以重新备份 重新登录账号 存档还能回来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们说呢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至于说怎么选 还是看个人吧 这是我目前 基于目前这个时间点 做出的一些判断 给各位参考